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找谁啊 我叫陈探 请问柴哥在这里吗 他不在去上班了 有事吗 小姐 请问 你认识照片上的人吗 不认识 小姐 我从泰国来的 是柴哥的老朋友张叔叫我来找他 我需要柴哥帮我找到照片上的人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怎么才能找到柴哥 好啊 我带你去找他 他的店离这不远 正好我要过去 等一下啊 你先坐一下 学会来了 学会来了 来啦 学会来了 谢谢谢谢 来来来 干杯 来干 干 爸 那边有个人要见你 智慧 去准备一下 有客人点唱 好 适配一下啊 好好好 你找我什么事 你是柴哥 是 我这尘探 泰国张叔叫我来找你的 是张叔叫你来的 好好好 你喝点什么 不用了 柴哥 你认识是照片上的人 他们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们是我父母 探仔 恐怕你不记得我了 也难怪那么多年了 我来 探仔 不是什么好消息 听说他们失踪了 不是失踪 而是被杀了 被杀 我想知道 是被谁杀的 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我不知道 我一直以为他们潜逃了 可能 江湖恩怨太多 也许是你父母生前 得罪了江湖中人 所以 被杀灭口了 张叔告诉我 说他们跟毒贩有关 我不相信是真的 我父母只是戏院老板 怎么可能 冷静点 我有什么说什么 很多事我也是听说的 你要不相信我 就不要再问我 你走吧 翟哥 请问这个人 现在在哪儿 阿鹏嘛 死了很久了 他就是被你父母害死的 是吧 虽然我们这帮人 一起移民来到这里 后来就各散东西了 大家二十多年没有见面 早就失去了联系 你 我看你也不了解你父母的底细啊 总之 有些事情你不置为上策 有些人你最好不要碰 吃什么就得严 适配了 大雄 什么事 大胆 你在哪里啊 你家被盗了 听到了没有 逼我还钱用找这种借口吗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现在就在你家 我本来是找你还钱的 我一来 你家司察大开的 狐狸被人犯的乱七八糟 报警吧 先别报 等我回来 好 麻烦 这家里怎么被倒成这样 不是倒 是搜 不 你看床底下的暗阁 我都不知道床底下有暗阁 很明显暗阁里藏的东西被人拿走了 我想起来了 听说你父母收藏了有关毒贩的罪证一边自保 莫非是真的 罪证 为什么他们当年不来搜 现在才来啊 可能当年风声紧 他们不敢乱来 都忙着撤出泰国 慢慢的他们也淡忘了那件事 也许是你父母尸体被发现后 他们意识到可能会有人找上门来 于是便行动 跟你一样 你不也在找他们 你说我父母收藏了毒贩的罪证 那个毒贩会不会是阿鹏 如果是他 但是柴哥说他已经死了 还说是被我父母害死的 那么还有谁对罪证有兴趣 我也不清楚 只知道柴哥和阿鹏在泰国是一伙的 后来一起到了马来西亚自立门户 重操就业 你真要查的话 就试试去找一个叫灰彩的 你父母对他有恩 他也许能帮你 但是我没有他的联络方式 你又叫我去找人 哎呀 到底背后有多少人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整个集团扩展到什么规模 无法估计 我是提醒你还是小心为好 因为你一开始查 你就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孩子 能放下的话就放下 那柴哥叫我不要查 你也叫我不要查 是你叫我去马来西亚的 我到了马来西亚 家里被人翻成这样 张叔 你究竟还知道什么 他太远了 不知道 你在哪里 是什么 是什么 vielä 需要 Grogan 谁啊 阿彪叫我来找你 说你欠他的赌债 你回去跟他说 赌债赌还我现在没钱 知道吗 我跟你说 其实我本人呢 对收受这个行业 也是十分地抗拒 照片给你老婆看看 后面的号码是阿彪的 明天十二斤以前 把钱存进去啊 如果没存 就叫你老婆以后不要上网了 知道吗 知道了 你请我调查这个叫阿彭的人 是不是真的死了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 要找一个叫灰仔的人 而那个叫柴哥的 又说和其他人有二十几年 没有联络了是吧 是 嗯 据我估计啊 这个阿彭呢 哎 佛牌项链几品 有研究啊 朋友送的 哦 依我推断 那个阿彭应该没死 而那个柴哥呢 是在说谎 你也在怀疑 所以才找我查的 对不 对 我从泰国过来 需要一个帮我的人 你算找对人了 我能体谅一厢客 人生路不熟 背景离乡的 但是公司有规定 必须先收钱 我帮你算算 你请我调查这个阿彭 是活着还是死了 活人呢 收八百 死人呢 再加两百块 很便宜了 还有 要查出那个灰仔 还有 要调查柴哥说的是 是真是假 再加一个 百分之十的附加费 对 共计是这个 五千 先收两千 对了 如果调查期间 要涉及到其他案件的话 要零百收费哦 不是 全能拒了 钱贵 这么贵 我现在没那么多马币在身上 不如 我们一起去找了柴哥后 我再到银行换钱给你好吗 好 我叫郑风喜 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里 勤奋的郑风喜就是我 是块好钢 早把你知道 来 我们先去找柴哥 你干哪行呢 如果我说 我也是私家侦探 你信吗 私家侦探 同行 同行也没折扣 来 张姐 郑先生 你弟弟在街毒所跟人打架进医院了 你能不能来一下 我们谈一谈 不然你弟弟早晚会出大事的 你告诉他 他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他自己搞的 我不想再理了 小致 冯喜 后面好像有了车跟着我们 银色那俩 跟了很久了 哼 果然是同行啊 有本事追上我 看过来 他也不知道 有本事 有本事 同事 你也要知道 我从不去 有本事 有本事 同事 不不有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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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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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 快跑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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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你说了 阿鹏死了 你还来找我干吗 你呀 最好别再查了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是觉得 你父母都死了那么多年了 没必要再查下去 不行 灰仔 一个叫灰仔的人 听说我父母曾对他有恩 也许他能告诉我 我父母死的真相 灰仔 你说的啥灰 应该是 不错 你父母当年对他们一家 真是好啊 有一年 灰仔的父亲得了重病 你父母二话没说 负担了他老父亲的医疗费 而且还定期给他一家人汇钱 那我怎么才能找到灰仔呢 不知道 说实话 我跟他二十多年没有联络了 如果他没死的话 也有四十多岁了 说实话 我跟他二十多年没有联络了 如果他没死的话 你真不知道我父母是怎么死的 真不知道 如果你非要查下去 可以试试去找一个叫波叔的人 他可能知道更多你父母的事 波叔 你怎么知道找他都会有帮助 我也是猜测 听着 你要继续查下去 就想有人帮你对吧 我希望我能帮到你 还有 你别再问我也别再记了 这是波叔的地址 你试试去找他 不过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 是我告诉你的 我不想有麻烦 明白吗 张姐 风喜 我还是想来看看我弟弟波浩 麻烦你安排一下 太好了 我马上安排 我去告诉波浩 谢谢 是的 polic隐 是的 虽然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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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叫 来 叫 叫 叫 那 走 站 他从天而降 尼尔巴 尼尔巴 好 打中了没有 不知道 人哪 在下面呢 这边 救命 这就是你说的 从天而下 全是开了眼的 阿拉 终于来看我了 看我被打成什么样啊 别再犯事了好吗 你还没打够啊 是我被人打 不是我打人 你弄清楚没 是 我不像你那么能打吗 好吗 我来这儿不是跟你吵架的 我是想问你 你之前一直跟的那个人 是不是叫镇口 他怎么了 我收到消息 这次你进来 是他设的局 让你做替死鬼 不可能 他是我好兄弟 你不要乱说 就算是他害我又怎么样 我跟你说过 我是吸毒 但是我没贩毒 你相信过我吗 从我被抓那天起 你就认定是我干的 怎么信你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都比会害死你 你听过我的话吗 我早就警告你 跟这帮人混 早点会出事 不要再说了 这里是戒毒所 不是法庭 没必要在这儿争论 我在里边 你在外边 你还想怎么样 从小到大 所有人都知道你比我强 你来这儿想证明什么呀 你来这儿想证明什么呀 我一直认为你比我聪明 所以你做侦探 你查了什么 你查到过什么呀 我希望你会来 你回来跟我说 小弟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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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叫阿鹏的人 应该最清楚我父母的事情 但是柴哥告诉我他死了 叫我去找另外一个人 叫做波叔 就在这个时候 我在泰国的家被人搜查 好像拿走了一些东西 那些东西应该 跟我父母的死有关 找我查凶杀案 你算是找对人了 我查凶杀案的破案率相当高 这些钱我作为首期 其他的附加费 对 我再跟你另计 其实最近我 正在追查一个叫郑哥的人 他是这里 一个黑道马大 是他陷害我弟弟 喂 这样吧 我现在就陪你去柴哥家找柴哥 由我跟你去 他会原形毕露 好 慢慢的 你还没有帮他 他呜 我去看我 哥哥 去哪 Mit 和你 都会 对 凶杀案 初步判断 现场至少有两个人 餐桌上摆的三双筷子 一桌的饭菜 还有三个酒杯 应该是 三个人在吃饭的时候 发生的血痕 屋主的女儿下班后发现的 报了警 那尸体呢 咱是还没找到 初步勘察 地上有尸体被拖行而留下的血迹 尾端有一只拖鞋 据屋主女儿确认 是屋主的 那么屋主的女儿有没有提过 看见什么可疑人物 没有 他可能是惊吓过度 不愿说话 带回去做笔录吧 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柴哥不知道是死了 还是杀人潜逃 什么 奇怪 他的女儿只会 居然没有跟警方提到咱们俩 我看 里面一定有内情 如果就能够照够 oscill unterwegs supermarket 是吗 没有透露什么罢了 没有 我按你说的 没有告诉任何人 为什么 博叔如果我爸真的被杀了 你告诉我为什么 你先跟我说清楚 到你家去的那个泰国人 是怎么回事 长得什么样子 那个人 他叫陈探 之前找过我爸爸两次 由于采态的另外一个人 不过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 是他干的吗 看来当天晚上 跟柴哥吃饭的人 应该不是外人 智慧 听我的 你爸爸的事 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他是我爸爸 我知道 其实柴哥不让你知道他那么多的事 也是为了你好啊 博叔也一样 是 你们都一样 都在骗我 对不对 不是这个意思 不如这样 你先回去休息 你爸爸不会有事的 你先回家 听话 你爸 不用担心 找我说的做 我会联络你的 我就陈探 是 真是世事难料啊 没想到阿臣的儿子 今天坐到我面前 我父母是不是你杀的 杀你父母的主谋 我不会告诉你的 孩子 都三十年了 算了吧 说 你老实说 我家东西是不是你偷的 偷东西 我没有偷过你家的东西 甚至你父母的死也与我不关 至于我们以前所做的一切 我不想向你解释 只不过在三十年前 你父母有件东西交给了我 他们说录下了证据在里面 我听过很多次什么都没有 录了证据 录音带呢 这颗磁带留在谁身边都不会有好运 我就想把它处理掉 但是又怕金盆洗手之后 会被人反咬 所以留下来作为护身符的 既然你调查 你拿去吧 我父母 就是因为这盒呆子死的 找话说前面 你千万别给我添麻烦啊 不然的话我可要追着你不放的 我打算我 我去打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帅哥,刚出炉的叉烧包,来两个吧 大包,叉烧包,诺尼基,大包,叉烧包 大包,叉烧包,诺尼基,大包,叉烧包 大包,叉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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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大包,叉烧包,叉烧包 大包,叉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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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车祸 绝对不是意外 是谋射 你跟踪指挥还是跟我 为什么跟踪我 先是柴阁失踪 借着这个大叔被撞死 你明知他有危险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如果你想知道真相 下次更紧一点 我一定会的 我不会打你同谋 按推理 很明显柴阁和柏叔是一路人 柴阁涉局袭击我 紧跟着柏叔被杀 柴阁波叔阿鹏徽在 假设是互相认识 那柏叔的死 很有可能是内讧 柴阁不可信 要是阿鹏根本就没死呢 蚂蚁已经乱了 我现在一路都要做了 我已经死了 好 我现在是在家里面 那是在家里面 不是那样的 在家里面 我现在是在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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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家里面 和家里面 在家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思尔 陈台那边我查到了一些数据 不过还没有确认 你等我消息吧 你一直在跟警方通风报信 冷静点 不要冷来 死了 死了 走 你出手高狠的 我给谁都恶忘记了 你告诉我就忘了是吗 看那边 你搬马 上 上 上 不是我的人 阿泰 后面有个铁门 开锁 快点 别让他跑了 快 快 你搞定没有啊 开个破口开一点啊 好吧 快点 快点 对 快快快 上 开门 来来来来 来啊 打死我 打死我 打死你我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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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投死你 打死我 投死你 走吧 你还说我出卖你 我是帮你 你真够能打的 我要不是有哮喘病 我就是特警 喂 就空教教我 行啊 五百块一堂课 什么时候开始 不 那么贵 算了 是不是你傻的 如果你怀疑我 为什么你不跟警方说你见过我 我今天还敢站在你面前 你就应该相信我 柴哥出事之前 究竟见过什么人 通过一个电话 我是 大军啊 应该是叫大军 千万小心保存这些东西 我会安排你到广州 爸爸在电话里 叫他小心保存一些东西 保存什么 你小心点 他倒是没有说 只是打完电话之后 他很着急地让我 去去广州一间老房子的钥匙 说他要跟朋友去 以前广州老房子的钥匙 你放在哪儿 马上拿给我 可是现在想起来很奇怪 他没有去 这么说的话 去广州的人是大军 应该可以肯定 柴哥并不是杀我父母的主母 那个叫大军的人 很有可能 是去我泰国家里偷东西的人 被偷的东西 应该跟我父母的死 和到底谁是主母有关系 你刚才说的 不认识 广州老房子 在哪里 我想大军很可能躲在里面 我带你去 好 不认识 去我家偷东西的人应该在那儿 你带着人回去广州 会不会有危险啊 所有事情等我回来跟你说 冯夕 今天博士出币 去上炷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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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彭哥怎么还没到 没来 没来 昨天还打电话跟我说 今天早点来 说人多过来帮帮忙 怎么还没来呢 可能路上堵车 灰仔 灰仔 阿辉是吧 阿辉 对 阿辉 来了 我就是啊 你就是阿辉 没事了 我找错人了 我找的是灰仔 灰仔也是我 灰仔也是你 你都什么年纪了还叫灰仔 家里人叫我灰仔 外人叫我阿辉 你到底谁啊 名字要统一吧 刘丹华梁朝伟 一直都称呼自己是华仔微仔 对不起啊 找错人了 你到底找谁啊 你怎么那么讨厌 我说什么你也不明白啊 你还要我说多少遍 我在找那个灰仔嘛 你去宫了没有啊 我去去宫 正方喜是吧 丰戏哥 我问你 我爸是不是被车撞死他了 你查到我爸什么资料啊 也没什么 彩哥 他是我的养父 我们在广州生活了五年 然后他就带我到马来西亚定居 一会儿要去的 是我米钱住的老房子 以前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去查一个人 现在明白了 我做私家侦探 就是想找到我失踪的父母 谁知最后找到的 是两具尸体 所以 你要找出元凶 侦探 我爸他 他一定不是你要找的人 肯定不是 所以其实 我希望你能够找出真相 也还他一个清白 明白 我曾经因为要查出真相 失去了一位很好的朋友 你知不知道 查找真相要付出的代价很大 所以这次 我绝对不会回头 明 帮我找出凶手 帮我找出凶手 我不想像你一样 困在问题里一辈子 不想像你一样 你还要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灰仔吗 那个阿鹏 我从头听了一遍 你们什么声音都没有 只有沙沙的声 你还查到什么 找到那个灰仔吗 那个阿鹏 你还查到什么 找到那个灰仔吗 应该没死 在哪儿接着他们的 在波叔的灵堂啊 阿鹏虽然没到 但是在花圈上面 有他的名字 你不要轻举妄动 暗中调查就可以了 好 你等我消息 好 我要抓紧时间 不收了 你小心点 拜拜 三楼就是我小叔 和爸爸住的地方 如果你没有猜错的话 大君肯定就在上面 智慧 听我说 现在还不知道 里面到底有多少人 万一发生不测 要有人照应 你在这儿等我 拜拜 这什么东西啊 什么都看不清楚啊 是青爷叫我去泰国 偷回来的 后来听说阿晨的儿子 在马来西亚 我觉得不对劲 我就打电话给柴哥 柴哥叫我 别回马来西亚 安排我来广州等他 可到现在他都没露面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你了 我们现在千万不要回去 阿柴跟波叔也出事了 青爷这老狐狸 你已经开始行动了 你 你没出卖我爸 你 你胡说什么呀 你还约了谁 我没有啊 他是谁呀 好像是阿晨的儿子 阿晨的儿子 来 我不叫你不要出来 好 你找谁呀 你就是阿鹏 是啊 大军在这儿吗 他不在 你是陈探 是大军还是你在我家拿了我的东西 你想怎么样 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别装傻 依我的推测 你的朋友柴哥和波叔已经被铲除了 我这次来 唯一的目标 是找杀我父母的主谋 有多少同谋我不管 我只找他一个 是 据我所知 有人已经安排了泰国杀死亡 相信很快就会来这里找你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可以不信 我只想跟你合作 你别乱来 你别乱来 别乱来 别乱来 你想怎么合作 你想怎么合作 只要你把东西还给我 我可以当没见过你 你也可以置身室外 无需冒这个风险 我现在问你 你真的追了三十年 三十年 你一直追到了今天 你以为会有很多人欣赏你 你追到了这一步 只会有更多人想弄死你 到底我父母是不是毒贩 你父亲和一个叫青野的 合资了一间运输公司 但是青野一直瞒着你父亲 领运输的渠道运毒 直到有一次被你父母发现 青野已杀死幼小的你 做威胁 强迫你父母合作 但是你父母最终不想同流合物 所以他们当年就是为了保住你 跟我们斗得非常狠 最后才招致杀神之祸 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我告诉你 不管是你父母还是我们 谁愿意走私 那是杀头的罪 我 阿柴 伯叔 不同你父母 我们怕 怕了青野 我们逃过 又有什么用啊 他们会把枪塞你嘴里面 你不干也要干 你明白吗 你究竟明白不明白啊 算了吧 都三十年了 你能弄得明白吗 你查不完点 大军 出来吧 把胶卷交给他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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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么给他了 你把我当成傻子了吗 我告诉你 谁拿了这盒胶卷 谁就会倒霉 你听见没有 他叫我们置身是外 而且 我们可以一石二鸟 坐收愚人之力 喂 青野吗 我是阿鹏啊 我告诉你 你要的东西 在阿陈他儿子手上 我再通知你 叫你泰国的杀手 不要再找我和大军的麻烦 大军跟你在一起 我叫大军去偷东西 怎么会和你在一起呢 你们两个合起来想造反啊 你说什么泰国杀手啊 莫名其妙 总之我什么都不理 我们多年没见 我们以后也不要再见了 好不好 青野 你是老狐狸 我忍了你好多年 杀人灭口 你少来这一套 你自己弄的烂摊子 自己收 这很简单 按这个键就可以放映了 有什么问题随时叫我 你们看吧 也不能不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密码 录音带 计算机磁带 指挥 到马来西亚下飞机那一刻 你不要跟我一起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们要的东西 所以他们一定会来找我 这也是我可以逼祖墨出现的一步 一定会有危险 我不想你有事 那你呢 你回到马来西亚以后呢 把这字条交给马来警方 相信我 相信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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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侄子 你好吗 欢迎你回到马来西亚 你是谁 你不是想找我吗 大侄跟我说 东西在你手上 拿那盘录音带 来交换你的朋友 什么朋友 你请的私家侦探 我查了你的笛子 你害死我一个朋友 不要再错了 想怎么样 你听着 你一定要照我说的话去做 不然的话 你朋友也会跟你的父母一样 失踪几十年的 去你的郑贤坊 抢一辆滴室 你说什么了 我叫你去滴室站 抢一辆滴室 往大街上开 快 来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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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 我就是想看看撞车的直播画面 你说什么 你后面不是有几辆车跟着你吗 你随便选一辆高速撞过去 高速撞过去 你神经病啊 听话 不然的话 你朋友可就死定了 选 等等 我要看撞车直播 等等 出三声 撞 你慌什么慌啊 找这么久 我叫你随便选一辆 灰色那辆 你后面灰色那辆 王树三声 一 二 三 走 走 来 看看人怎么样 三辆车 这儿有人出张了 三辆车撞了 玩够了没有 你玩够了没有 你现在把车开到新华盯着掌 我不认识路 我不认识路啊 你不认识我告诉你啊 路口转左 你 你后面有一辆车 车牌是ABB6633 踩足油门 撞上去 混蛋 你究竟想干什么 你啰嗦什么 照我说的话去做 踩足油门 撞他 好 喂 你朋友的腿 在流血啊 撞不撞啊 我看你朋友这次是缓缓无数了 我已经撞了 你到底把我朋友怎么了 你知道我曾经害死过朋友 你抓着我弱点玩我是吗 果然是神探啊 不过 只猜中了一半 我抓了他之后玩了一轮 觉得不好玩 所以我就把他塞进了 ABB6633的后备箱里头 你还真听话 干嘛那么冲动 撞那么狠啊 我看你朋友这回 真的没教育 我试着 不要 您好 我要找马警官 您好 你是柴哥的女儿 坦哥 他让我带着证据来找你 他人呢 他为了让我安全地到这里 自己把那些跟踪的人引开 就是这个 这是他让我交给你的 应该是个很重要的密码 马三儿 冯喜啊 你要的东西我放在警局后巷 咖啡色铁门一百八十六号门口的 一个香炉里了 我现在被人跟踪 我一会儿传张照片给你 有什么情况再联络 就这样 这是什么 这个 是七十年代储存数据的方法 这个人真的很聪明 他故意把数据和密码分开放置 希望我没有猜错 需要密码 A 二 H 这个 应该就是董卿 当年建立犯罪集团的证据 这是坦克和冯喜他们两个 拿命换来的 不是 好吃 好吃 我 郑风蟹 你跟我斗 差远了 不用花生都能砸死你 不用砸老东西 放开我 单挑 吓唬谁啊 想单挑是吧 我听我的兄弟们说 你很能打是不是 这你都知道啊 说对了 你这儿有能打的啊 把它给我解开 我这儿的人你可以随便选一个 跟你比试比试 我听说你这里有一位叫郑哥呢 就这位了 不 原来你们认识啊 那待会儿打的时候 手下就别留情了啊 这儿呢 阿朕 放行 你看 你看 好 我听你弟弟说 有个威猛的哥哥 他说的就是你呀 你弟弟是个废物 你还不如他呢 小弟 我不知道你说的兄弟 是什么意思 我一定要证明给你看 什么叫做亲兄弟 你 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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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 你可该死的害我输钱 来人 把他捆上 给我吊起来 好 现在轮到你了 把这小子给我拖过来 快点 三十年前 你老爸老妈 就是拿着那些东西 在玩我 可是老天有眼 真没想到三十年后 我有机会玩他们的儿子 那你想到了吗 三十年后 他的儿子会来收拾你 你查了这么多年 到底又查出什么来呢 朋友都被你害死了 总好过你 这么多年 你所谓那些兄弟 全闪了 你监讨一下你自己 把那小子放下来 别动 你一枪打死我 你一枪打死我 暗箭重严 把他拖到那边去 你一枪打死我 你哪 老实点 老实点 你不查 就不会再发生了 我现在重演一次给你看 来 暴死你打 救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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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这次我绝不错过 灰狱仔 你和阿盛开我的车先走 这里我和波仔搞定 是不是真的 你竟敢陷害我弟弟 你真是胆大抱天 通过之前对职团的分析 我们初步掌握了 以董卿为首的犯罪集团 三十多年来的制度名单 运本方式 制度地点 以及账本 所以我希望 各位和我一起努力 将这个一直以来 被害我国治安的犯罪集团 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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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太 我刚接到马子儿端讯 说青爷的地下赌场被捣毁 你赶快走 有多快走多快 冯夕 这是你的围款 放在酒店里吧 你的尾款我看病都不够 谢了 君在那儿 给你带来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父母究竟是怎么死的 谁杀的 放心吧 除了我 没人能破你的军 不过怎么说 谢谢你帮我抓的真凶 放心 你真厉害 你也是个了不起的侦探 如果有一天我洛南到了泰国 你可得管我啊 保重 勤奋的正风系是快好钢 没骗你吧 没骗你吧 停 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嫂已经安排上诉了 减刑有望 太好了 对了 我戒完毒出去 我们做轮尸四驾侦探 好不好 当然好了 大魔术师都梦眉已休 想找一个孪生的做趴当呢 如果我们两个像变魔术一样 一起查案 梦幻组合 对付那些欠债的 你在前面赌 我在后面追 他们还以为是见了鬼了呢 要是我们俩能趴当就 不再去追点 我们去做保卫地球的事 好不好 保卫地球 我养的那对巴西龟是不是都死了 死了 我帮你养的手掌那么大了 怎么有一只比另一只大好多啊 大的是哥哥 等我出去的时候 你能不能把长头发剪了 你留长头发太丑了 不会啊 我觉得我留长头发挺有形啊 你出来以后也留长头发 那我还是留在里边吧 别胡说 喂 我跟你说啊 陷害你那郑哥 当时我跟他单挑 他也为我找死呢 岂不知我怒火冲天 一个飞脚踢在他的头上 他爬都爬不起来 但是当时我呢也中了几招 你知道我有哮喘病 虽然他个子比我高 但是我身手灵活 将来咱哥俩一文一武 最佳趴当 对 好 赶紧 乡太那ном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